西方的工业文明 民族国家和传统帝国 是有一很强的侵略 我们没有那种侵略的本体 多少年来中国没有侵略 西方人总认为国强必霸 这个完全和中华传统是不一样 我们看中国的历史 历代的皇帝能把这一块 适合于传统农耕的这一块地域治愈好 能够把老百姓都照顾好 灿灾水灾都处理好 这就已经是最好的皇帝 最好的国家了 像郑和夏西洋那么强大 他都是造船的技能 远比西班牙普洱普洱要好 但是他并不 我们说叫李济 所谓叫他的理想 什么是人类理想社会呢 叫天下大同 什么大同呢 叫做犬贤以能 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悠有所长 光寡孤若 残疾着皆有所养 这叫天下大同 像是一个福利社会 是一个福利社会 所以中国的传统是保持一块净土 周边的何为贡 有教无类 何而不同 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和中国的股心是一半相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